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他自己多方面揣摩的结果 曾国凡研究出的养生秘诀是 省思虑除烦恼 行步长勤 筋骨移动 前两项是针对心来下功夫 少思虑愁烦 少生气就能够清心寡欲 后两项是针对身体来下功夫 多操练运动就可以保持筋骨灵活自如 也就是说健康包括了身心两个层面 唯有在身心多活泼健壮的情况之下 人才能够享受真正美好的生活 现在我们不妨就这个话题来谈谈我们应该怎么做 报纸杂志还有其他的出版品里面 对于养生的特写 还有一些新知的报道 真的是多得不可生数 不过归纳一下各家的说法 不外是三方面的讨论 首先是营养均衡的食物 其次是充分的休息 还有呢就是足够的运动 但就吃的方面来说 这就是一门大学问了 据说中国的春秋时代 齐国有一位很会调理美食的人 他的名字叫做义牙 义牙烹调的手艺高超 然而个人的口味跟喜好不同 所以尽管像他那么会调理食物的人 也不可能叫每个人都喜欢他调理的东西 到如今这个时代 国际之间生意往来 文化交流频繁 食物口味的选择更是五花八门 不过一个很讽刺的现象就是 贫穷落后的地方 人会饿死 但是在工业先进的国家 许多人却因为贪吃而撑出病来 我在眼花缭乱的各类餐馆当中 忽然就觉悟到一个很简单 但是却很真实的道理 那就是美食不应该刻意强调味道怎么样 而应该着重食物的新鲜跟自然 听说许多叫现代人心惊肉跳的一些疾病 好像癌症之类的都跟食物有关系 在痰癌色变的阴影之下 追求味觉满足的人 情愿反扑归真 舍弃口味的满足 在清淡当中欣赏自然食品的新鲜美味 不记得是哪一位美食家曾经说过 新鲜的蔬菜水果 在商产旺季的时候 既便宜又肥美 那才是真正最美的食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真实要存感谢的心 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日用饮食 因为从起初 神赐给我们的就是地理的土产 一切的五谷杂粮 蔬菜水果 都带着神无比的祝福 其次呢 休息也是养生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现代人几乎个个都忙 我听说 有人甚至忙到 把自己的床都搬进了办公室 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忙些什么呢 有意义吗 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在不停歇的劳碌当中 我们的饮食睡眠都不正常 衰老提早来到了 人际关系冷淡了 神性灵的时钟在发出警告 如果我们还不晓得调适的话 最后总归是要崩溃的 我听说非洲有一种巫术 叫中了邪的人 在完全没有思想能力的情况之下 不吃不喝 任凭着实行巫术的人 来奴役他做苦工 一直到这个人登进油肝为止 你看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撒旦岂不就像那个施行邪术的人吗 他用忙乱迷糊了人的心 叫人一切的劳苦都成为虚空的虚空 然而赐生命的主却要人休息 白天固然不可闲懒 但是晚上却因为适度的劳碌 反而睡得甘甜 六日亲手劳碌 第七日却要安息 安息的意义 就是把自己的身心灵 都带到神的面前 等候神更新的灵 使我们重新得力 如鹰展翅上腾 在这儿呢 奉劝晚上睡不着的朋友 在上床之前 不妨把一日的愁烦 都借着祷告交托给主 然后 把我们这一双跑了一天的脚 用热水好好地烫一烫 用这个方法促进睡眠 听说是蛮有效果的哦 有一位 六十多岁的摩登祖母 在家里边 一边看录影带 一边跟着学做体操 又蹦又跳的 做得是挺起劲 可是三天之后 录影带就数字高格了 为了练身体 祖母买的道具是不少 但是没有几样 是真正地发挥了功效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岂不就是因为没有恒心吗 身体需要操练 就像机器 需要适当地使用 跟保养一样 全在乎平常的功夫 每天二十分钟的运动 比一个月 一下子运动三个钟头 要有效得多 这就好比是 家庭主妇打扫房子一样 每天花一个钟头 擦擦洗洗 自己轻松 里里外外 都弄得干干净净 三个月才打扫一次 累得要命 也不一定会得到 满意的效果 不肯运动的人 就仿佛是没有人住 没有人管的房子 日子久了 由不得你不颓废衰败 我们注重身体的保健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身体 是个创造的奇迹 不仅要好好地顾喜 而且要存着敬畏感谢的心 来使用这个身体 对于已经属神的人来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十九节二十节 所说的一段的话 就是我们对于身体 所应该持有的一种态度 保罗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在你们的身子上 要荣耀神 不信神的人 所着重的保健之道 是修身养性 以规律的生活 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但是不论人怎么样去养生 我们在世上存活的年日 都还是有限的 一旦今生结束 所有维持生命的努力 岂不都是白配心机吗 因此在提摩泰前书第四章第八节 保罗提醒提摩泰一句话说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唯独敬前 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么看来 敬前的人 在另外一种操练上 会把有限的今生 带到来生的应许里面去 神给他儿女们 有关来生的应许 就是永生 所以不论怎么样来衡量 在养生之道的比重上 吃、睡跟运动很重要 清心寡欲也很重要 但是灵里的健康 却是一切的根本 因为养生的目的是要生 而吃什么睡多少 恒心的运动 关系着我们今生的生命 却不能带给我们永生的凭据 唯有在灵性上觉醒了 接受属灵生命的人 才能够借着敬前的操练 享受今生的喜乐 和永生的福分 步道家宣信曾经说 灵命的光景 跟身体的兴衰 关系非常的密切 一个人如果想要保持健康的身体 就得避免一切灵命的恼怒 内心的创伤 还有刻薄的批评 因为发一顿脾气 比做一个星期的工 所付的代价还要大 短短一分钟的忌妒 比喝一杯毒药更伤身体 心灵冷静愉快 是保持健康的重要因素 温柔和平的心 比任何安眠药更能够奏效 说话带着病态的人 心里充满的是厌恶 成见 疑虑和畏惧 再健壮的身子 也会被这些因素给拖垮 基督徒如果想要保持 神赐给我们的健康和能力 就要避免那些伤害身体的因素 亲爱的朋友 听了这段话 你有什么感想呢 我觉得生命是 神赏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资产 造作我们的 岂有不爱我们的道理呢 神不仅要我们活 而且是永远活着 与他同享天家之乐 因此真言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经文 就格外显得有价值了 在这段经文里面 父亲把最宝贵的生命之道 再三地告诉儿子说 我儿 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 与平安加给你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 要系在你的景象上 刻在你星板上 这样 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 有聪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事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 滋养你的白骨 亲爱的朋友 你关心自己身心灵的健康吗 但愿以上的分享 帮助我们在众说纷纭的妙方当中 看到一个更重要的法则 吃喝 都是为了荣耀神 出去散步的时候 一路唱诗赞美神 抱你神清气爽 在这儿呢 先祝您 健康快乐 请晨起来 跑一跑 让天进身旁 海边山路满人潮 到处说声道 尽晨起来 跑一跑 让天进身旁 回忍场 灵火到老 为了身体好 早年身体虽然好 入身旁珍宝 跳跃人身旁珍宝 跳跃人身旁珍宝 到处说声道 尽晨起来 尽晨起来 跑一跑 让天进身旁 跟随耶稣教宗兴 灵火照前进 我 inhabit 因此之后 发行 竹签